機器緩緩滑步向前 航空業能否擺脫陰霾順利起飛 兩年來受到疫情影響 航空不見其色 飛機修護員大批跳槽到科技業 如今華航擴編徵裁 是否有了新轉機 華航擴編百名機師以外 也招募會計 資訊 設施 航務等工程人員 總計值缺就有兩百個 光是首長北部徵才說明會 就用入境百人參加 機師吧 就是來聽聽看這個 網航招考機師的一些說明會 華航前兩年因為疫情 暫停對外徵才 而這次擴編 直卻依舊沒有包括空腹地期 因為這回是搭上貨運成長潮 重新整裝要挑戰後 疫情時代的營業型態 這個貨運大好話 或許搞不好年中有超過 這個好多個月的這個機會 那還就可以這個突破 這個去年海運的一個狀況 路不轉人轉航運 能否成為下一個年終奇跡 大家都很期待 華航文黃瑞林 廖子萱 台北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